国际方面的消息 乌克兰东部局势相当的紧张 乌克兰议会在讨论针对新俄示威者的反恐时 议员们发生了激烈的肢体冲突 基辅当局早前也出动了保安部队 重夺了东部哈尔科夫市政府大楼的控制权 而美俄两国外长将会在本周四来讨论如何缓和乌克兰局势 新岛记者 邱佳琪的报道 乌克兰议会昨日在讨论加重处罚分离分子的刑罚修正案时 发生议员打架事件乱成一团 但修正案最终通过 与此同时 乌克兰在东部城市哈尔科夫发起反恐行动 夺回被占领的哈尔科夫州政府大楼 逮捕约70名占领地方政府大楼的分裂分子 乌克兰带行总统职务的议长图尔西诺夫当天表示 顿涅兹克州政府大楼和卢干斯克州国家安全局大楼也将很快夺回 乌克兰东部城市顿涅兹克 哈尔科夫和卢干斯克 6日局势骤然紧张 亲俄民众举行集会并冲进政府大楼 要求效仿克里米亚地区脱离乌克兰并加入俄罗斯 其中 亲俄民众宣布成立顿涅兹克人民共和国 并定于5月11日前就脱乌入俄举行全民公决 集会民众还呼吁请俄罗斯向当地派遣部队以维持和平 美国国务院7日说 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当天与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通电话 讨论在10日内举行美俄乌欧盟会晤 细节和议程有待商定 俄罗斯外交部7日说 外长拉夫罗夫当天与乌克兰外长安德烈杰西查通电话 警告乌方不得对亲俄示威者动武 星岛记者邱佳琪报道